南基場夜市必吃的年晚 真心推介這個 這個夜市就是吃東西為主的夜市 很可愛 這裡竟然有 日船小丸子 超過日船小丸子 很天然的奶味 很天然的木瓜味 看到嗎 裡面很喜歡 很好吃 Hello 我是佩兒 今集我們到了台北的南基場夜市 跟一般的夜市很不同 它是很多不同的街街小學 形成的一個夜市 我們就發掘一下這裡有什麼好吃 因為今天是馬雨天 所以也是相當之擠壁 很熱鬧 很多不同的 野食都有 事不宜遲 立刻進去吃東西 這個夜市就是吃東西為主的夜市 挺有趣的 幾條巷子的穿插在中間 我們第一間就選擇了這一攤 先吃這個木瓜奶 我覺得Vuison幫我做這個頭 真的挺漂亮的 現在是韓星 謝謝 拜拜 很天然的奶味 很天然的木瓜味 又不會太甜 味道是很奶 它那個奶香很出 所以要知道認定 很難很奶 讀得不適合又被人 讀得適合又被人笑 哎 真是做人 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操勞 對不起 不會太真正 認住這間 很吸 這個夜市我覺得有點害怕 其實很多車 就會很害怕 砰砰砰砰砰 你不要追求 我不要追求 我不要追求 第二間就決定吃這個 這個氣冷 Campula就是台灣必吃的東西 我就先吃一下 好久沒吃了 因為今天比較冷 吃這個Campula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適合 就是很冷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吃一碗湯 哇 好吃飽啊 還有它在這個基隆的一個特產 豆腐 就是在香港的魚蛋燒奶 我知道怎樣吃 它是關東煮的 這樣會不會理解到 我覺得加這個醬油比較好吃 很香啊 它這個醬油 有些紅椒在上面的一個醬油 有一個Orneng 打火鍋的魚腐條 還有吃水 我很喜歡吃台灣的豬血糕 很好吃 因為它有一粒粒的東西 在裡面的芝麻 裡面有一粒粒的芝麻 好香 試試這個菜捲 又是很關東煮的東西 嗯 還有加了一點甜醬在上面 照到那些食物的味道甜甜的 好好吃 哇 好脆的 這個很好吃的菜捲 因為它是 一個菜裡面還捲著一些肉 好吃的味道 我覺得它有桑很好吃 因為它是最好吃的 嗯 試試這個一大塊的甜股 它是一個乳膏 就是乳腐乳膏的味道 更加嚴硬 但這種味道很甜 這次又會比較好吃 吃素街的人來講 夜市就可以買了一間 再去第二間 這樣就… 為什麼 因為我小妹 夏天跟我說 不喜歡來夜市 但我覺得這個沒有對錯 大家的氣候不同 我喜歡這裡吃點 那裡吃點 那裡吃點 因為我很有主見 好啦 我們吃完那個甜不辣 然後我們又要去其他地方吃東西了 很可愛 這裡竟然有日旋小丸子 試過日旋小丸子 我就不知道 這個香港都有的東西 那現在就再逛一下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但是越走 走到橫行之後就會覺得 越少東西吃 就集中在中間那一條 話說我妹妹是天秤座的 所以她是很難去選擇一些東西 可能在這裡逛了幾圈 她都決定吃什麼 我就說我選了 但是她會笑我 你問我什麼 我來 請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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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那你選 我有選 我之前是很喜歡吃鹽水雞的 闊別了幾年之後來到台灣 我看到有這個手絲雞 其實它的做法也跟鹽水雞好似 都想試試不同的口味 看看好不好吃 可以叫肉和奶菜 三個 哦 要甜豆一樣的 這個是什麼 小豆干 五香豆干 那要一個豆干 西蘭花 西蘭花 對對 謝謝 小小辣小辣 你對廣東話人好 哇 好厲害啊 哈哈哈 好 多謝你 我妹妹說要Encore這間木瓜 那我就叫她訂一杯飲料 我喝招牌檸檬茶 又Encore了她這個檸檬茶 哈哈 因為要偷她的肝 所以來了這個夾公仔的地方 但在旁邊 真的在玩太古 希望收不太多了 煎炸檸檬茶 這個檸檬茶 比起石門喝的煎炸檸檬茶是不同的 它是每香每香味多一點的 而不是那種洗潔精味 而這個茶底是那種甜甜的檸檬茶 是符合我口味一點的 接著就吃這個 咦 我們是不是忘了拿筷子 不是 要我用筷子 找回這個筷子 那這個就是鹽水手絲雞 其實它的配料都跟鹽水雞好似的 160元就有一個手絲雞 還有有三款配菜的 我就選了這個豆干 還有這個西蘭花 最吃的抽菲 跟之前吃的鹽水雞很不同 它是很重的洋蔥味 先吃豆干 嗯 豆干它好吃 嗯 配下筷子 有點皮軟至有少許骨的一個 鹽水雞是很厚的 如果你那隻雞不嫩的話 就會很粗糙 壽司雞它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它嫩得來是有咬口 就是你需要花一點牙力去咬一下它 味道就是鹽水雞的味道 但是它相對地多了一些洋蔥味 而且它不是那隻好壽司的 很碎的壽司雞 相對地大一點的壽司雞 是更加好吃的 因為壽司雞的面積比較小 它可以拌到多一點的汁 口感上面和調味上面都有升級的感覺 我們叫一點辣就不是很辣 有一點微微的辣在你口中的狀態 加上它懂得用洋蔥去調味 所以就變得很清甜 所以加上蔬菜的時候 就會很有種清新的感覺 喜歡吃鹽水雞的朋友 就一定要試這個鹽水壽司雞 我們在這個夜市發掘了這間 超好玩的夾娃娃 因為在香港我平時是用港幣百多元 去夾一些CARE BEARS 在台灣打算便宜一點 它是10元一鋪在這裡玩一下 好 我們選擇玩這個太古達人 你看我戴口罩就知道我不舒服了 玩完這個遊戲之後 我決定來這間很多人排隊 它是買這個菠蘿包 我覺得很搞笑 所以就想試一下 冰火菠蘿包 你好 在這邊買嗎 我想有一個香草冰淇淋 謝謝 我冰火仲派的菠蘿包 立刻不及待要試一下 哇 好好吃 雪糕不像雪糕 雪糕也超好吃 很柔軟 CREEM CHEESE的狀態 而菠蘿包就是一個很硬 很脆口的菠蘿包 它也有烤過來 很熱 剛才一拿上去就很熱 嗯 皮也是十分脆 不是那些油軟軟的皮 它是脆口 而且也算很厚 我覺得 加上這個雪糕 雪糕很冷 加上菠蘿包 很熱 兩種享受 它不讓香港菠蘿油差 可能剛才我們吃了那麼多 那些鹹食 還有不同的東西 還有這個甜品的衝擊 我覺得 南基祥夜市必吃的甜品 我推介這個 真心推介這個 看到有一間很特別的 就是叫做 毛骨排骨酥 我想要一份小的 OK 謝謝 謝謝 台灣那麼容易煮我 謝謝 謝謝 Yeah 我要搶這個油燈的地方 先看看 它60元就有一個細份 那我就選了這個 它加了一些洋蔥在裡面 有些蒜頭 洋蔥在裡面 哇 看到嗎 裡面很珍珠 好夜味 很好吃 台灣的食物 無論是它們的水果 都會加些煤粉 調味道 都相當之夜味 它的牙骨是很熱 熱得來它裡面 好有咬口 爽的那種 好像咬了汗 豬頸肉的肉質 我看這個也不錯 一包包 炸的東西 很適合在夜市吃 嘩 好大一圈 加上蒜頭和洋蔥 又另一個感覺 如果你喜歡吃蒜頭 你不怕口臭的話 我建議加上蒜頭和洋蔥一起吃 夜市那種感覺 大家就會 愛賣 那天禮拜就很開心 很熱鬧 自己就會喜歡不加多一點 因為這樣就會有些梅子味 有些酸酸甜甜 很爆汁的那種味道 如果加上那種就比較麻痹 老味一點 女生小朋友吃到就麻痹了 我今天的清單就好像一個 很久都沒有來台灣玩的旅客 所選的食物 這次選了這個 無骨的泰骨酥 我覺得是一番 真的我覺得下次可以試一下 也是我覺得推薦的食物 在夜市裡面 最後一間 在南機場夜市裡面 我就選了這間吃粥的地方 今天就比較冷一點 我就覺得 嘩 如果沒有一碗湯 或者一個粥 熱騰騰的上來 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我妹妹就叫了這個 花鴿湯 哇 薑絲花鴿湯 而且它也有十幾粒花鴿湯 哇 好薑 很適合冬天油 超好喝 很地道 那種台灣的感覺 就吃了這個最後的粥 哇 它的湯很鮮 裡面有的材料是 魷魚、蝦、蜆 還有蠔仔 所有的煎味都在裡面 有點像香港蠔仔粥的感覺 但它是相對的 更加適合海鮮的原味 粥的質感 就不是我們廣東的綿綿粥 它是像湯飯的質感 這個蝦仔好好吃 這裡也有蝦仔 蝦仔 可是我不太喜歡台灣的蝦仔 所以我沒有叫 我喜歡吃蝦仔粥的 我喜歡吃炸的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之前來過台灣的 十幾歲來的時候已經知道了 Yo Yo 好吃嗎 嗯 哇 它這個魷魚超新鮮的 很爽口很鮮 加上薑菇一起吃 嗯 還有還有 真的跟我的麵豬燈的感覺差不多 十幾歲的時候 麵豬燈吹大了 哈哈哈哈 還有裡面也有十粒八粒的 Gooley在裡面 Gooley也超鮮的 嗯 這樣 這樣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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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新 它不是一個很花巧 很多調味的東西 它純粹是一個鮮味 掉進去這個湯裡的粥 那些海鮮你會感覺到它很新鮮 加上蝦 因為它唯一的蝦 我覺得蝦味 這隻蝦 沒有我在街市買的蝦 八卦那些蝦那麼有蝦味 你很甜蜜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原句還要這樣 哈哈 重點我覺得這間很適合做最後一間 是因為你玩完了很累 又不想太飽的狀態 你也吃點東西暖一下位置 有湯 有粥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最美的選擇 好 這間我都推薦 Yum 夠好了 南京場夜市覓食之旅就到這裡 我今天都很成功吃了六間 自己最喜歡的就是海產粥 如果在這些這麼冷的天氣 吃一碗海產粥就會覺得 哇 宵夜之旅的一個超級好的選擇 總結而言我覺得南京場夜市 都是相當多食物的 周邊也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不會像自林或者寧夏夜市 很多逛街的地方 所以這裡真的會比較 吃東西為主的行程 跟我一樣很喜歡吃東西的朋友 如果你們將會來台北的話 都可以將這個南京場夜市 列入你們的景點裡面 如果大家喜歡有台灣之旅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IKE 好 看下一集去哪裡玩 好 下一集再見 Bye Bye 我覺得這裡有這些 友愛的廁所是一個十分之好提倡的東西 在香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去店裡做一個 去廁所的動作 就一定要去店裡光顧 很少一些廁所 所以這裡是挺方便的 它不單是一間店 可能在街上也會有幾間店 也會有友愛廁所 如果大家來到南京場夜市 其實人有三急都不用怕 雖然它有很多小食店 但它也會有一些 友愛廁所可以給大家使用 耶 好好啊 我覺得